有时候我们往往对共产党在这个罪子上的我们不认识 什么叫罪 就他说你有罪 你也有罪 你无罪也有罪 备除掉所有的书报检查制度 要让中国的中宣部退出历史舞台 取消一切思想检查 就说人类都没有像共产党统治时代这么堕落 这么愚昧这么麻木 这么像更像动物 我希望习近平能是讲经过 我们平常接受这个圈子当中 很多人进入所谓民意活动 一些维权活动 无非就有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讲被共产党关到建议里头 还有一种就是帮你送出国 总体来说就是让你和整个现实的中国社会隔离开了 有很多人参与这些活动 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 渐渐地好像把这个 让自己能出国 好像变成他们一个工作的主要东西了 但是在这一点上 你已经好像非常特殊 你已经到了美国了 后来居然又回我了 这个情况好像在全国来说不太多见 而且很多同道中的朋友 对这一家情况就很有兴趣 能不能你聊聊这个话题 我是在1997年大概10月份出国的 因为那时候当年的6月1号 我刚刚获得释放 从安徽劳教队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以后 实际上由于那三年劳教里面 中间经历了两个月的长期绝食 还有其他五六次绝食 在那里遭到这个电棍的殴打 遭到这个残酷的虐待 所以我当时实际上 整个这个身体和精神状况 都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 比如说那时候 我经常夜不能密 整夜都睡不着觉 还有一个记忆力丧失了90%以上 我甚至在流亡到美国以后了 我经常裤子拉链都不知道 知道别人同伴向我指出来 刚刚说完的事情转成就忘了 而且呢 不能专心自知地阅读一篇文章 就是没有耐心做任何事情 整天都处在一种反照不安之中 可以说当时患了一种 非常严重的这个监狱后遗症 从精神上 在那个期间呢 我出来以后呢 很快又发表了一些东西 结果呢 又受了当地公安机关的追捕 所以呢 我6月1号回家 到了7月份就跑出了 不得不逃亡 然后在逃亡期间呢 我跟这个当地公安机关联系 他们就到处寻找我 找我的家人 我就告诉他们 除非你给我护照 允许我出国 否则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我就这样在全国各地流浪 他们终于同意了 实际上我后来体会的呢 可能是那段时间 江泽民呢 想在这个政治方面呢 放开一点 或者走一点 象征性的 搞一点这个粉丝一下 他的这个新路线吧 所以说呢 他当时你看 释放了一些人 我实际上是不知不觉着 然后糊里糊涂 就那段时间 又到了美国 但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们下红水 愿意 õ nuevo 我实际上是不知的 这个感受 我们下红水